好 剛剛前面講完民進黨賴清德的部分 那來關心一下國民黨侯友宜最近狀況又是如何呢 我們知道他在整個黨內 情誼之旅已經開跑了 就在昨天侯友宜是已經拜會到了前總統馬英九 來情誼整個台海關係的一些相關作法等等的 而且也曬出了合照 喊說有同樣的堅持 這個是在臉書上的一個PO文 同時馬英九也回應了 他說全黨都是你侯友宜的後盾 侯友宜的說法這邊來帶大家看一下 國家絕對不能被政黨還有個人綁架 用來擷取個人的利益還有鞏固權力 治國家還有人民與險境 中華民國必須走在和平的道路上面 好 這個情誼會面一出來 民進黨蘇僑會就很有意見了 他就說我實在不知道 你一個落跑參選總統的侯友宜市長 你要去像馬英九學習什麼情誼什麼 好 那他這個講出這段話的初衷 講出這段話的依據就是因為他就算 馬英九他在任內曾經被經濟學人 稱呼為笨蛋這兩個字 不過你要引用所謂的經濟學人的一個相關的報導 跟說法 不要忘記了經濟學人他也出過這一個報導 裡頭講的是什麼呢 這個標題就是說那個時候是蔡英文執政 蔡英文執政的時候他就說台灣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同樣那你一個是完全沒有讓台灣保持一個和平狀態 跟一個稱呼為笨蛋 那蘇僑會這個舉例好像也不是那麼的有力道 好 講到這個部分除了馬英九 我們看到黨中央也簽信了 侯友宜將會南下到高雄來拜會王金平 不過下到南下高雄看到侯友宜 今天也訪問高雄的時候 侯友宜跟郭台銘原本說這個見面會也傳出要出息 但是臨時行程都喊咖 是不是刻意避開呢 好 這個是綠營開始要見縫插針了 被酸 你這個是一個人的武林 你現在侯友宜要選 但是你是一人舞台而已 而且不只是侯友宜跟這個韓國瑜 郭台銘沒有辦法同台之外 我們看到他的副手現在也是持續卡關當中 因為包含了郭台銘 還有管中銘 還有柯智恩 都給了軟釘子 無意當他的副手 現在大咖們紛紛給了軟釘子 表示他們說現階段選情不利嗎 好 進一步看到 我們剛剛提到郭台銘部分 現在郭台銘是不是這個心情 也還沒有緩和過來呢 因為現在包含他的支持者 也各地 基層也開始接連自發性的 舉辦挺郭的活動 而且是遍地開花的 這個是挺郭人士的說法 而且他也不畏 不畏牛鬼蛇神的說法 郭台銘也再次致電了地方的議長 還有派系大佬來拔甘情 至於他的臉書是停留在 五月十七號這一天 可以看出來他的心情到現在 還是沒有辦法平復過來的 不過我們看到挺郭人士 現在可以說是分為兩派 一派是剛剛前面提到了 希望郭台銘不要輕易放棄 繼續努力 繼續加油 可能還有機會 不過另外一派則是認為說 應該要到此為止了 好 提到了剛剛侯友的部分 侯友今天早上也有一個蠻特別的行程 也是要拉攏一些年輕人支持等等的 他去合體了館長 而且在這個當中 其實兩人互動也蠻融洽的 不過館長就提出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他就說我看不懂現在國民黨在幹嘛 因為可以看到這個整合到現在 還是沒有一個定調的說法 我們先看一下今天早上怎麼說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詐欺犯 整天可以跑來跑去 通緝犯賊整天才可以跟 這些高官在一起 因為他是警察出身 那我相信他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看他們國民黨兩邊不知道在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對不對 一副好牌打到現在我真的看不懂 到現在網路上真的看不懂 我可以請國民黨 你們又要你們是又要輸了是不是 又想輸是不是 現在是在2018年韓國瑜翻版 2019年韓國瑜翻版 自己先把自己人打扮時再出來選 好 我們重整一下 剛剛館長說的話 他就說你看不懂國民黨在幹嘛 他想要 難道是想要複製 2018年韓國瑜的翻版嗎 好 我們看到不只是民進黨 國民黨現在似乎也還沒有 整頓完全的好 那是不是也讓柯文哲餘翁得利了呢 好 剛剛提到這個小額募款 現在已經破了7000萬了 而且這開箱競選小物真的很特別 是1450來換帽子 這個1450就是網軍的代名詞了 而且也受到大家很熱情的支持 他也說內心感動難以形容 不過柯文哲現在面臨到一個爭議 就是葛萊伊了 因為我們知道前幾天的時候 葛萊伊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白宮 美國這方面 對於侯友宇來說 是比較沒有那麼熟悉的 不過好像柯文哲就自己主動抄議了 他就認為這個說法是說 我就在所有參選裡頭 最能夠跟中國還有美國 兩邊都能夠溝通的人 好 葛萊伊馬上在今天打臉了 他說我不是在幫你背書 我也沒有在說 你是唯一有能力跟中國溝通的 候選人你不要自己抄議了 想問一下志強哥你怎麼看 我覺得剛剛館長說的話 也是蠻說我的心裡話的 我也看不懂國民黨在幹什麼 翻版2018 就明明 坦白講明明是一張好牌 目前來看 但是看起來越打越糟糕 我跟大家講這個局面 其實在我看 理論上政黨輪替的機會 是非常高的 當然是輪在國民黨 輪在民眾黨可以再討論 為什麼講天時地利倫和 選戰三大牌 抱歉 天時現在不在民進黨那邊 民進黨現在真是內政百費 對不對 就像剛剛你們講 黑金槍毒炸對不對 你在臺灣已經怒到不行了 對不對 然後兩岸兵兵戰危 然後民主正在崩壞 照理來說應該很好打 照理天時這張牌 其實是掌握在在野黨手裡 可是我們這樣地利 抱歉 地利是掌握在國民黨手上 你上次2022的 整個縣市長全面的大勝 地利是掌握在國民黨手上的 但是很抱歉 一張人和牌就讓你掛掉 現在就是人和牌 人和牌真的是已經 也許你天時牌加了50分 地利牌加了60分 但你人和牌輸了兩百分 你就掛了 那現在回頭來講 剛剛我們在私下我有講 坦白講現在幾個問題 第一個 我覺得何欣然是 郭台銘的問題 那郭台銘大概全臺灣大概 能夠稍微了解他心情 就是羅志強 國民黨老是會有這種問題 對不對 國民黨很喜歡 很愛護小動物 你有沒有發現 海市具備只欠東風的時候 然後就一陣搶風暴雨 天雷降降 不是 桃園是魚死亡破 那你現在不該 疾問又來一個牛鬼蛇神 對不對 很喜歡動物 很喜歡動物器官嗎 不是 我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基本上 我覺得國民黨這幾年 一直出一個很大的問題 老是在程序正義上踢鐵板 可是程序正義上踢鐵板 你在桃園的過程 桃園 抱歉 我是真的成全 我成全是成全百分之百徹底 我不是自己退選 我還努力的服選張善政 對不對 可是你跟人家講 我的模式可以複製在郭台銘 抱歉 不行 為什麼不行 不是講郭台銘跟我的個性 不是講這個 你今天在桃園的局面 雖然賴香菱也是很優秀的人 但桃園局面就藍綠對決 藍綠對決 我可以說服我的支持者 你們如果我都不糾結 你們還糾結的話 就是成就民進黨 可是現在你在這總統大選 抱歉 柯文哲很強 1450的那帽子弄得很好 你跟我講說 你一定贏得到柯文哲 你恐怕沒有這個說服力吧 現在是鋼鐵 金鋼鐵三角 賴喉跟柯三個 其實是鐵三角已經構成了 你誰會贏不知道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說真的 你也很難說直接要求柯的 那郭的支持者轉彎 因為要轉彎 我也不知道要轉到是猴還是柯 所以 但是不管怎麼樣 萬事糾結 你至少第一步 我覺得郭董過去的 可能感受到的委屈 國民黨對他的程序上 覺得他的不公平 你這個關卡 你沒有解決說真的 我覺得 我自己就覺得說 我有點無力感 我覺得你天時牌 地利牌 兩大牌 再把你加持 最後如果輸在人和牌 那也是二萬 袁俊哥 我覺得 你剛剛提到說是不是複製 會不會變成2018 我真的必須講 侯友宜不是韓國瑜 韓國瑜在當時2018的時候 是多少人要搶著 去跟韓國瑜見面 侯友宜現在 你光看了幾個 幾個說 人名字一直給 對啊 所以我認為 他兩個完全是不同的 因為兩個的人格 特質不一樣 所以現在回來了 就是說我認為郭台銘 當然對國民黨來講 四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回到了 不是郭台銘的態度 該怎麼辦 是國民黨 你要怎麼去面對他 因為就很簡單 我認為郭台銘 他情感上面 他沒有被征選 沒有被到最後確定是他 我認為他情感面有受傷 但最少他本人 我現在講是他本人 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發表什麼言論 即使說他可能要辦巡迴 或者什麼感恩之類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 現在聽起來 除了去金門 而且金門那組長 也不是他辦的 那看起來是民眾黨 他們的那個組長 但陳玉珍很熱情的 要把這個 那個局 陳玉珍委員 這個阿康起來 因為現場也是你們家的 然後柯文哲也去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 真正回到問題說 我覺得國民黨可能不只是 只有郭台銘的問題而已 而是那個牛鬼蛇神 他真正戳到的 不是郭台銘 郭台銘當然會情感說 你叫我去的 你現在說我去的都不對 但重點是那一些被影射的 那一些牛鬼蛇神們 他們怎麼解讀 雖然國民黨講說 我不是講這些人 我講是別的見縫插陣 可是郭台銘當時見的 就是這批人 就是那些人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 會不會藉由這件事情 來表達對於國民黨 黨中央的不滿 也就是你以前 你不能每次要選舉的時候 就叫我們支持你 不選舉的時候你就這樣 侯友有一點不沾鍋的問題 而且他問題蠻嚴重的 我講白一點就是這樣 那台中這個嚴加的時候 侯友的態度是切開 然後南投林明貞 有爭議的時候他又切開 對不對 他寧可去看火車 去看輕軌也不用過去 那更不要講選撤會的時候 侯友的態度是什麼 就是你今天這個不沾 你今天突然說要大家 通通來幫你 我認為他有一定的難度 不用太在乎民進黨講什麼 民進黨自己內部人和 也有點問題 如果他今天人和 有這麼好的話 剛剛怎麼會有賴清德的民調 沒辦法往上升 而且你看他已經出現這麼久 所以我覺得對於 對於國民黨今天來說 不要玩兩手 侯友宜一直說要在中華民國之下 大家團結往前走 可是中華民國的帽子 會不會大過於人家 對你人的這個情感面的部分 我認為在這個階段 訴求那個大帽子 對國民黨來講 並沒有太大的 好的這個幫助 還是要必須回到 剛剛這個志強兄所提到 人的那一塊 那一個面 才是真正你應該去碰觸的 那保證想問一下 你們主席現在貝格來罵 蓄意扭曲不道德 這個可以來講 但這個講這件事情之前 想要先感謝一下大家 因為就是我們募款帳號 就是開通了四天之後 然後就是金額 想漲得還蠻快的 然後很想謝謝 很驚人 七千 對 很想要謝謝 就很謝謝大家這樣 那因為其實對柯主席來講 他自己心裡也覺得 那個縱望的那種感覺 就是被人家有期待 然後放在肩上 就我們一定會努力到最後這樣 好 那我覺得現在是這樣 開始有一些些 旁敲側擊的一些攻擊 好像慢慢的射向了柯文哲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這位葛拉伊女士好了 她其實原本在這個新聞報導上 我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也想說 莫名其妙說出這句話 到底她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那當然我覺得對綠營而言 當然是開心 就說你是檳榔叉燒包 就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你就不承認 所以現在葛拉伊女士 本來講出來就說 他說北京傾向是支持柯文哲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想說 好 那你有你的評論的自由 我們都尊重 那當然後來柯文哲 他也就自己去做了一個解讀 他就覺得說 那所以你是不是說 代表我在中國跟美國之間 其實都是可以溝通的人 特別是因為 為什麼葛拉伊會講到這件事 因為過去在台北市的這個執政的期間 那是辦了八年的這個雙城論壇 所以當然跟中國之間 都是有一些相對應的交流 柯文哲他知道可以怎麼去做 怎麼樣去化解一些比較尷尬 或是比較爭議的部分 然後進行這正常的交流 好 那這件事情回到 葛拉伊身上的時候 就開始生氣了 就說哪有 我沒有幫他背書 他說柯文哲這樣的說法不誠實 他說這不是誠不誠實的問題 是原本話也是你自己先說出來 然後你現在反過來說 柯文哲他這樣子的解讀是錯誤的 你要怎麼說是你的自由 那我們的解讀 當然也是有我們的自由 那所以大家就開始在說 是不是因為抹紅失敗 所以反過來 就是有點